大家好 当然 恋爱马拉松这个比喻 可谓是对现代爱情关系的一种诙谐而深刻的描绘 就像马拉松一样 恋爱是一场掌距离的奔跑 不是短跑冲刺 而是需要耐力 策略和不懈努力的旅程 那么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场充满汗水和甜蜜的赛事吧 首先 我们得了解 恋爱马拉松的起跑线是相互的吸引 这就像是马拉松选手们在起跑线上踏步 心跳加速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在这个阶段 每个人都是满怀希望 幻想着自己会是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人 然而 一旦枪声响起 现实就会迅速降临 你会发现 恋爱马拉松并不是一场单人赛跑 而是需要两个人并肩作战 这时候 默契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你们需要找到共同的节奏 这就像是两个跑者试图调整步伐 以便他们可以并肩前进 而不是互相绊导 在这场马拉松中 沿途会有许多加水站 这些代表着恋爱中的小缺性时刻 比如共同度过的浪漫晚餐 或是一起克服的困难 这些时刻就像是能量胶 给你们提供继续前进的动力 但是 别忘了 马拉松是有坡度的 你们会遇到上坡和下坡 这些分别代表生活中的挑战和顺境 上坡时 你可能需要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而下坡时 则可能需要控制速度 以免失控 在这场长跑中 沟通就像是跑步时的呼吸技巧 至关重要 如果你不告诉你的伴侣 你累了 或者你需要慢一点 那么你们两个都可能会跑得气喘吁吁 甚至跑不下去 最终 当你们看到终点线的时候 你们会意识到 这场马拉松 并不是关于谁跑得最快 而是关于你们如何一起 跑完全程 跨过终点线的那一刻 你们会发现 你们之间的默契和合作 比任何奖牌都更加珍贵 所以 亲爱的恋爱马拉松选手们 记得 保持步伐一致 相互支持 享受路上的风景 沟通是关键 而最重要的是 不要忘记为彼此加油 现在 让我们一起 跑出那默契的步伐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感调色盘 画出彼此的爱情彩虹 当然 爱情这幅画 是一幅无需画布与画架 却能在心中描绘出 最为绚烂色彩的艺术作品 情感调色盘 这不仅是一套心理学的比喻 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每个人的情感调色盘上 都有着丰富多彩的情感颜料 从激情的红到宁静的蓝 从快乐的黄到忧郁的灰 每一种颜色 都代表着我们内心的一种状态 爱情 就像是两个艺术家 共同在一张透明的画布上做画 开始时 或许只是一两笔淡淡的底色 彼此试探着对方的喜好与性格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的画笔越来越默契 颜色开始交融 形成了新的色彩 这就是两个人独特的爱情色彩 有趣的是 这幅画永远不会完成 因为爱情是动态的 随着两个人经历的事情不同 情感调色盘上的颜色 也会随之改变 有时候 可能会不小心调出了一种 双方都不喜欢的颜色 那就需要彼此的耐心和理解 慢慢调整 直到再次找到那个 令双方都心动的色彩 比如说 当两个人第一次约会时 可能会用到紧张的灰色 和期待的粉红色 随着关系的深入 新人的绿色和安心的蓝色 开始渐渐占据主导 当然 偶尔也会有争吵的火红色 和误解的暗紫色 但这些都是 爱情画作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幽默的是 有时候两个人 可能会争论起来 到底是用浪漫的紫罗蓝色 还是稳重的土黄色 来描绘未来 但不管怎样 只要两个人愿意一起拿起画笔 那么 这幅画就永远有机会 变得更加丰富和完整 最终 当两个人携手走过风风雨雨 他们会发现 他们的爱情彩虹 已经画出了最美的弧线 那是所有颜色的和谐统一 是经历了所有情感 波折后的最美收获 这幅画 也许只有他们 能够真正欣赏 因为这是他们 共同创作的爱情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爱情合唱团 和声里找到心动音符 当然 爱情合唱团这个概念 听起来就像是一出浪漫的音乐剧 其中的每个成员 都在用他们的声音 寻找那个能让心跳加速的和声 想象一下 一群多才多艺的歌手 他们的声音在空气中交织 就像是用音符编织的爱情故事 首先 我们得承认 合唱团里找爱情 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想想看 你得在众多的生物中 找到那个和你声音最匹配的人 这就像是在现实生活中寻找那个对的人 既需要缘分 也需要技巧 比如说 男高音可能会被女高音的清脆声线所吸引 他们的声音在高音区的对唱中 就像是在云端上跳着华尔兹 而男低音则可能被女低音的温暖而深沉的声音所吸引 他们的对唱 就像是在夜晚的壁炉旁 共享一个温暖的拥抱 但是 合唱团里的爱情并不总是那么和谐 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男中英偏偏爱上了一个女高音 他们的声音可能就像是一只大象 仕途和一只小鸟进行二重唱 他们的音域差异可能会导致一些有趣的排练时刻 但正是这些不完美的和声 有时候会创造出最独特的音乐 而且 别忘了合唱团的指挥 这位大师级人物就像是爱情的调节者 他必须确保所有的声音都能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就像是在调配一杯复杂的爱情鸡尾酒 他的手势和眼神可能会引导失落的心找到归属 或者在必要时用一记严厉的眼神 阻止一场可能的音乐灾难 在这样的环境中 爱情的火花可能在一次完美的和声中被点燃 或者在一次意外的声音碰撞中迸发 无论如何 爱情合唱团的成员们都知道 他们的心动音符可能就隐藏在下一次的和声中 等待着那个特别的音符来唤醒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一只合唱团的演出时 不妨想象一下台上的歌手们可能正在经历的小小心动 谁知道呢 也许正是在那些和声中 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爱情旋律 亲爱的观众们 恋爱马拉松 情感调色盘和爱情合唱团 这些比喻都展现了爱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无论是默契的步伐 绚烂的色彩 还是和谐的和声 爱情都是一场需要耐力和努力的旅程 在这个现代世界 我们经常被素食文化和及时满足所包围 爱情也不例外 但是 这些比喻提醒着我们 爱情需要时间和努力来培养和维持 默契 沟通和相互支持是关键所在 而且 爱情是一种创作的过程 就像马拉松选手需要调整步伐 和唱团成员需要协调和声 爱情也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不断调整和改变 这样的努力 会使我们的爱情更加丰富和完整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是否同意这些比喻呢 你们对爱情有何看法 快来参与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